回來第二節 升旗易得道 大家當聽到第二節 當然是給了時間按like 結束廣告 還要 追蹤我們這個頻道 現在只到了4萬5人 加上like Facebook page 留言 很勵性的留言 對於一些不禮貌的留言 予以強烈反擊 聽節目也要求人高 這是一次過的 吃全餐 剛剛我們說到梁振英這件事 其實如果用政治角度去看 中間 你會看出很大分別 就是對曾任權那種嚴苛 以及對梁振英那種寬容 很明顯兩者之間 存在很大的 對比和落差 第一節 花了那麼多時間講法律 大家聽完都覺得算了 律政司說完就算了算了 根本就是 極度雙重標準 因為曾任權就是 無論你怎樣 你不申報你就是公職人員行為失當 就要告你 所以這次追殺 鄭若驊是對的 是沒有錯的 這次是他 是他的問題來的 因為 究竟你上任的任務 是 做甚麼呢 我們剛才在說笑 鄭若驊其實好像已經進入假死狀態 鄭若驊從他上任那一刻開始 他就是負責躲起來 潛逃 出來道歉 然後他就繼續 深潛了一段很長的時間 一年之前 我們一年之前就開始 突避了 極度深潛了一年 他現在最大的公職就出來放生 梁振英 這個人到底想怎樣呢 因為 你 平時好日都不見你 出來就做得那麼糟糕的事 你常常說 等於說梁振英是無辜的 我們找不到證據去告他 也都告他不進 這個可能是策略來的 是什麼策略呢 就是 藏起來一件就經常不出現的 每次有甚麼壞事就 推他出來做一次 即是有負責做垃圾桶 這個政府已經有很多的了 多多都不夠了 這個政府 沒有正面的人 但是林鄭那個民亡已經跌到負七了 跟他那個得票一樣 鄭若驊呢 沒有看的 根據東方日報的說法就是 戰師底嘛 戰師底嘛 叫做九官 九個國官 現在是三師來的 老實說 其他兩個師都不算是哪的 但是他就是戰師底 財政師 林鄭若驊 律政師 還有政務司 張建宗最好的 永遠都排第一 叮叮碼頭 二三那兩個 因為張建宗經常不出現 劏房波被他罵了多久 我們只是這個台 我們節目 罵陳某波 不知道罵了多少萬節 張建宗就是那種悶聲發大財 不出聲那種 因為張建宗 因為他知道他的髮型比較不討好 我們針對人類外觀的節目 會經常攻擊他的髮型 主要研究髮型 但是呢 他也知道 知此近乎勇 知道自己 不討好 所以他盡量少出來 你不出來我們就不吵咬你了 但是陳某波經常出來說我們沒有辦法 不詛咒你 那些人說我們 你經常攻擊泛民 我們罵政府 你自己數一下 罵政府多了九萬倍 你看這標題 我們罵政府是天誅地滅五雷轟頂 萬賤穿心的 其實不是對泛民 對政棍 主要 我們罵政府都沒有寫楊國翹五雷轟頂 這個不是你合作 不是那次有一個 中鼓的 記不記得 中鼓 即是說這個落降頭 我知道那個陳柏波 波波嘛 落降頭的嘛 是啊 找公仔刺他嘛 都沒有 你說想一下 我們弄到一個 無古公仔仔刺一某波 他們不是想試一下嗎 相對來說 我們對泛民很溫暢 下次誰反對派錢就拿去隔離 是啊 下屆很快 好快is coming 很多 施政報告是1月份 還是2月份 很快的 很快的 再反對派錢 下一個天誅地滅就是你公民黨 多數都是他們的 因為他們貫徹子聰 只有他們反對派錢 有太多美都反對 他們是貫徹子始終沒有變過的 是呀 始終沒有 一直都這樣 我們再說回 說回這個 放生梁振英這件事 其實是不是有什麼政治目的 或者政治交換 因為 早前梁振英好像很活躍 但是突然間收了一聲 不再出來玩Facebook 他是不是不玩Facebook 還是有玩 不過不在挑撥離間 因為他這一陣子 沒有什麼港獨的東西可以讓他玩 這一陣子 比較少 我覺得是你這個分析錯了 他不管有沒有港獨的東西 他可以自己挑起的 當年的施政報告 他自己拿一本書書來學院 從來沒有人看過的 只有他看的 連港大的人都不看的 港大的人都不知道有這本書書的 你知道嗎 你想一下 所以呢 他是可以隨時拿一些東西出來的 只要他想說 那他拿什麼東西呢 你還是讓我來吧 連他的打手也沒有出聲 打手例如誰呢 例如屈永賢 也有些品寫一下 有些什麼品寫一下呢 沒有的 都是他的打手文章 這陣子沒有什麼妙作 因為不可以叫做佳作 那些東西寫得很妙 所以他就叫做妙作 你還是不要給你差太遠了 快點說回正題 我們覺得 是一個政治交換 這次談好了 交換不出聲 當然 他之前跟梁振英 梁振英跟777是頂得很厲害的 你看到他是兩幫人 早幾個月兩邊頂得很厲害 我們那時候分析 梁振英想出來選的 正如我們之前說的 鄭若驊肯定是林鄭的人來的 所以鄭若驊一直都不肯做這個 因為鄭若驊本身是沒有任何意志的 基本上是他收命令 他自己的醜聞都還沒有搞定 所以他都極度深潛 去到最近 梁振英 專揭政敵有錢見 好像梁振英的手法來的 當日大家也記得 通訊局那條貿易 黃桂薰 黃桂薰 一辭職 然後就說要問責下台 我忘記說什麼了 Exactly就是針對鄭若驊的 那些人很明顯 就是一幫勢力 就是梁振英勢力 就是很不妥 我林鄭的 直到最近都一直在夾著他 所以為甚麼這件事 之後就靜了 最近 林鄭拿出來殺手間 你再吵我就搞糟了你 我覺得是上面 有人覺得要擺平 即是不想梁振英一直揹著這件事 還是 777上去上面找人搞定這件事 其實我覺得是大家傾斜的後果 結果就是 梁振英這件事上面也想搞定 林鄭就說我幫你搞定 你叫他立即收爹 你叫他不要再搞 不然我就反擊 就要你坐牢 因為如果這次搞梁振英 他會坐硬的嘛 這次 放生他很明顯 你不用坐牢 你還想求什麼 想做蟹人特首 你想做特首 現在要你坐牢啊 可能是這樣 那個交易 其實你也說完多一點 其實689自己都知道自己是武行的 所以不如交換他就算了 為什麼689之前是武行呢 大陸 如果要選人的話 現在就算公平地選 都會選777 不選689的 很簡單 777是中部 我叫你做什麼就做什麼 你689還會為自己 或者為自己 附近的人 想想想自己的私幫 但是這個就是走狗來的 當然要你走狗啦 聽話的走狗 就好過有意志的這個 英園 黨員 爪牙 因為梁振英 你見他當初 是上面叫他不要選的 意思是 不讓他入閘 但是他自己就強行入閘 他自己就強行入閘 他自己就強行入閘 想去跟林鄭 爭一日之長短 我覺得其實也是要為了換取 這個不檢控 也有這個可能 他是 為了要換取 因為你有東西拿手 你才會跟別人 承認的嘛 不然你只求他 你放過我 我為什麼要放他 他有很多人物 還在政府裏面 還有很多勢力 起碼有陳茂波 還有一堆人在 你自己就做了政協副主席 你可以好銷售的 Tony 例如你是我下面的人 我是梁振英 Tony 將來做完官 有沒有興趣做政協 有沒有興趣做政協 有沒有興趣上大陸發展 有沒有興趣入黨 就算不要入黨 就算不要入黨 又沒有興趣回大陸 做生意 一帶一路 有沒有看過甚麼地方 他肯定是想這樣 不過呢 剛才Johnny說得很對 他無緣無故 你求人家放過你 你是拿不到任何東西 你求不到的 反過來 我現在要懲罰你 一會兒大家就有訴訟了 黑社會 沒錯 黑社會先兇了 先兇了你 先兇了你 起碼阿俊 通常是這樣 那些人就說 如果雙方有200人在 就打不成了 因為大家炸了碼 雙方有五個就全都打死了 因為200人是賠不起安家費的 都不是的 真的會打 有時拆槍走火 其實是會打的 雙方有幾十人出來 有一個人會打爛的 然後打爛一些慶水樽 癡了就拆了 正常 我都知道這麼多人是不可以打的 很糟糕的 但是打了死了 一定打不成 打完之後就叫救命了 死了 賠多少湯藥 要給多少安家費 還有很多人入了醫院 入了廠 入了醫院 你不知道怎麼搞的 然後又補不了息出來 我們覺得 其實梁振英就是容易招 兇了你 我現在懲罰你 不行 這次不能談 然後慢慢拆路 有沒有數 說數 你叫他斬一隻手一隻腳給我 如果不我不會放他 然後慢慢退 由一條命 變成一隻手一隻腳 然後慢慢退 就算 沒有手沒有腳 起碼給你手指來 你問我怎麼下台 說過客人 大家喝一頓茶 喝茶都嫌貴 喝涼茶 他那件事都挺有趣的 綁了周浩鼎 你再看看 他由頭到尾的聲明 都一定要扯周浩鼎 因為周浩鼎當時 有一封電郵 就是由行政長官發給他 叫他不要搞的 他主要不是 他主要那次 他是委員會的 副主席 不要搞 不要殘留更英 問題出現在哪裏 就是周浩鼎那份文件 那份word document 曾經被特首辦改過 他原先不動 上面那些remark 全部寫特首辦 在那裏 所以就被人說 你是不是打龍通 林鄭若說 這次林鄭這邊就高了 交換一個 人質 交換一個都不夠 拉多一個 拉多一個 文件聯 你也走狗的 抓你一隻過來 順便放下去 一起放生 買一送一 現在 很明顯 民建聯這班人都很不妥 林鄭 大家都看得出的 我們都說了很多次 我們有一刻都跟 工聯會和民建聯同一立場 即使派錢 林鄭看不起這班人 當然啦 這個是我們先說的 因為林鄭那種 她覺得自己是港英的精英來的 她覺得民建聯和工聯會 是一些死了仔 木不適丁的死了仔 她是那些 名牌中學 名牌大學 天子門生 看到他們作對了很多次 上次DQ 白票珠 白票珠 工聯會 民建聯撲出來說要DQ立法會議員 林鄭撲出來說不會搞她的議席 這樣 這件事我們看 政治那個 角力的手腕其實也看得到 其實他們 不妥就 不妥得白熱化了 不過我真的不明白林鄭為甚麼要跟那裏練得那麼好 你連跟 民建聯工聯會那些你也沒有辦法談 其實她也未必說沒有辦法談 只是那些可能想在身上 招一些利益而林鄭不給 我猜是這樣的機會大一點 因為你始終也是政府的一部份 在林鄭眼中 立法會對她來說是廢的 她不需要你的人支持她 是呀 因為一吹街你要過來幫我嘛 我用不著舔你們 用不著要你們來什麼 用不著對你們那麼好 反正上面一個命令 立法會要做狗那樣 這個就是 為甚麼大陸一定是用這個比例代表制的原因 因為她不單止 不想你這個 泛民那邊 分裂了 建制派也不想你有一個大的威脅給她 即是她不想你集中在一個大的黨 成為一個類似執政黨的東西 喂大哥 你到時候會講數的嘛 一向都是這樣 所以她現在就斬散了 根本就連建制派也會碎片化 搞到你呢 根本完全沒有制 除了民建聯和工聯會 這些統共組織之外 所有其他功能組別有很多 其實她不受控制的 是不是那些人來的嘛 自由黨就是代表香港的商界勢力 只是她是親政府 因為凡事都 大部分都站在政府那邊 經民聯也是一樣的 自由黨大就拆過經民聯出來 然後民建聯也是有些人 民建聯的就拆出來做其他 然後扶植業樓 即是她是想 建制派也越散越好 總之你效忠我嘛 你不要有一個很龐大的組織 不可以的 因為隨時翻台 因為到時你無法威脅他嘛 其實共產黨一向都是這樣 中共是最不喜歡土共的 不是 它不是最不喜歡地方勢力助大 所以中共和土共其實是很矛盾的 搞山頭主義 你看到大陸的官員 他們不斷調的 幾年就調一次 還有廣東人 九成九不可以在廣東做官的 以前那些梁子樓啊 朱森林啊 沒有啦 沒有這首歌唱的啦 業選平也沒有啦 現在大部分的官 廣東的官 全部都不懂廣東話的 廣東話的官都去了外省的 他們也有看歷史的 因為老毛很怕軍閥混戰 因為他是那個年代的產物嘛 他是20年代 就是出來社會 仇親社會的人嘛 當時的軍閥混戰 他最怕的 所以呢 每一個地方官不斷調來調去 跟著每一個軍頭 五年就換一個區的了 不會讓你在那裡長期盤踞 就算是帝王年代也是的 這也是的 你不會回本省做官的嘛 但是他也會有 軍閥 截道事物 在那裡盤踞了勢力 幾年就可以 膨脹到很大了 所以不斷把他調去 之前最大的地方勢力就是廣東幫 現在已經散了 中央政府 各位官員如果收聽這個節目 記得梁振英就是地方勢力 你要打散他 打散他就是把他的手腳腳打散 例如陳茂波也要把他的手腳腳打散 這節時間我們又結束了 分析就差不多了 我們下節再說